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 在今年7、8月份的时候 8月份拜登总统和白宫就提出来说 是在9月20号这个星期 希望能够全国的成年人都可以接种第三针 加强针的疫苗来巩固一下 加强一下免疫 因为这个调查是发现说 这个疫苗在接种的6个月以后 有的说是8个月以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的免疫的效果 防御的效果就变差了 就有点减弱 那么第三针就可以再加强一下 那么在礼拜三的时候 联邦的食品药物管理局FDA 他们的顾问小组 最后就同意了 认为说是应该加强 但并不是给所有的16岁以上的成年人打这个针 他们有一个具体的规定 待会我们可以说一下 然后FDA通过以后 礼拜三推荐有一些部分的人 可以打这个针 第三针的时候 礼拜四的时候 昨天联邦的疾病控制防御中心 也有一个外边的专家小组 那么他们也讨论出来 说是对老年人 对有基础病的人是可以打 但是他们把这个食品药物管理局所推荐的 比如说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学校的老师 老人院里边的工作人员等等 他们把这些人排除在外了 所以这个情况有点意思 结果到今天凌晨的时候 这个专家小组的意见 就是把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什么超市的工作人员 就是说他们在工作当中 可能会感染到 接触到感染的病人 然后就增加他们被感染的风险的 这些人 专家委员会不是排除这些人了吗 但今天凌晨的时候 CDC的主任瓦兰斯基 他否决了他的自己的这个专家小组的意见 他基本上是倾向于和FDA是同步来进行 对不管怎么样 拜登那个话说早了 因为他8月份说的是全体的美国人 对 现在告诉大家几个清楚的信息 就是FDA CDC都通过了这第三针 加强针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 这个信息要清楚 而且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点小的争议 这个小的争议 在今天凌晨12点多的时候呢 由刚才说的 Rochelle Walensky 这是CDC的主席呢 他最后锤子拍下来以后 变成是这么一个结果 就是听清楚啊 65岁以上可以打 不问任何的问题 只要你能证明你是65岁以上 马上可以打 当然这有一个六个月啊 就是你的那个两针 都已经超过了六个月才可以打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只能是辉瑞 至于Moderna和J&J呢 那两个正在审批过程当中 所以只能是你之前打过两针辉瑞 而且过了六个月 而且在65岁以上 才可以打 慢慢听啊 如果你打的是Moderna和J&J 你说那我没关系啊 我也过了65了 我去打那个辉瑞就完了吗 答案是不行 知道吗 别混着打 别把两个一毛往一起混 不是说有什么大的问题 只是现在数据不足 就不知道 那既然是不知道 咱就别冒这个险 好 接下来 那说我65岁以下 可以要符合下面的情况 它分了几层 就是50到64的话 如果你能证明你有某种病的话 这种病对你的免疫力 是有影响的话 你也可以打 这是50到64 如果你是18到49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需要医生 对你有一个鉴定 你先要到医生那去 你说我要打这个第三针 我两针都打完了 而且我也过六个月了 那么医生给你一个鉴定 你什么病啊 看看那个病例啊 在医生的同意之下 你就可以去打了 这个就是现在的 关于这个第三针 如果你是普通的一个人 你不是所谓第一线 刚才那个第一线呢 再强调一下 这个第一线的人 这个就跟年龄没关了 如果你20多岁 30多岁都可以 都可以 什么叫第一线的人 你是在医院里的医护工作人员 你是学校里面的老师 你是超级市场里面的一个服务人员 你是警察 你是在监狱里面工作 你是在无家可归收容所 这些地方工作 这些叫所谓的高风险区 你的职业 让你必须得和一些人接触的话 那么你也可以打 我希望我说清楚了 大概就不会知道 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了 当然 现在你到药局可能还没开始呢 他们也要研究一下这个方案 然后最后如果开始的话 这个宣传的活动 马上会铺天盖地的 联邦政府和白宫的这个宣传活动 马上会铺天盖地的 在各种渠道都散播开来 让大家如果符合资格的话 可以去打这个第三针 加强针 所以基本上这个情况 瓦兰斯基他今天凌晨 推翻了他自己的这个 CDC的专家小组的这个建议呢 说实话是非常 非同寻常的 也就是说 在一般的情况之下 他会接受或者是按着 他的专家小组的建议 来颁布一些指南啊 指引啊 建议啊等等的 但这一次他 居然推翻了 否决了他自己的这个 专家小组的建议呢 说明 第一在这个问题上 分歧和争议是比较大的 第二呢就是说 实际上他是算白宫的这个第三针 加强针计划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是拜登总统 在这个疫苗方面的一个高级的顾问 所以呢 他一定是承受了很多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还是最后做出一个决定 就是给这个教师啊 给那个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等等去打 为什么这个CDC的专家小组 没有建议这些人打呢 原因是这样子的 原因是专家小组说 我们手头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这些人打完两针以后啊 他们还可以重复的在 反复的在接触感染的病人 所以没有足够的证据 说明他们这个 反复的接触这些病人 那就说明不需要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再加上他们都是属于 比较年轻的人啊 所以就没有建议打 那么那个瓦伦斯基说不行 这个看来还是要打 于是呢 基本上现在CDC和这个FDA啊 基本上达成了就是 差不多是一样了 就是说他们两家机构 比较权威的医疗机构呢 他们规定的说是 或者是推荐的建议的 要打的这个名单和人员 基本上差不多是一样的了 重合了 对那么CDC的主任 瓦伦斯基他在讨论的时候 你想想礼拜三礼拜四两天 你可以想想很激烈 他们在那讨论 他就提出了一个例子 他说行 你们认为不要给那个 第一线的人打 我问你一个人 你们看看怎么办 他假设是35岁的一个女性 他是在医院里面的 急诊室里面工作的一个医生 而且他怀着孕 要不要打 可能你们都会觉得要打 要不然这孩子都有问题 对不对 这怀着孕 那咱不能各案处理 那得列几千个问题 对不对 你必须得35岁正好怀着孕 又在急诊室那不行 所以咱们就扩大 但是反过来讲 为什么FDA以及 FDA是不反对 就是CDC的这四个人的小组 他们会反对呢 可见就是说 这个第三针 还是有这种问题 就是他们认为 这个第三针是干什么的 这个第三针和头两针 有一个很大的虚伪 头两针是普遍性的预防 可是这第三针 他们说是重点是防重症 对 就是这第三针的目的 是让你不要去住院 当然甚至不要去死亡 而不是普普通通的 不要你感染 也就是说 他们认为那两针 对于普通的感染够了 因为不是咱们以前说过吗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或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打过两针的人呢 他也有可能感染 但是百分之九十几的 不会住院 对 所以 现在已经证明了 当然呢 有一个东西回答不了 这个东西 可能需要时间 就是刚才说的那两针 到底管多久 以及这第三针能管多久 对吧 这些问题都没有足够的数据 因为它是需要时间的累计 而且这种时间 可能是按年计算的 所以呢 这就是这个问题 那稍等会儿 我们再看一看 那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 现在美国的民众 有多少人打了 多少人符合这第三针 对不对 这个咱们算一算这个数字 以及接下来这个疫苗的前景 欢迎您去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金融话题 今天跟大家讲的是这个辉瑞的新冠疫苗打加强针 就是第三针的这个情况 因为在美国的FDA 食品药物管理局和CDC 就是联邦的疾病控制防控中心 他们都已经批准了 但是不是给所有的人打 就是给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一部分人打 老年人65岁以上的这些人打 双方都没有 这两个机构的专家小组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原因是有足够的证据 有足够的数据来证明 说是老年人得了这个新冠病毒的话 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后果 比如说有一个具体的数字 就是65岁以上的这个族群的人 在美国占人口是17% 但是在新冠疫情死亡人数当中 这个族群的人65岁以上的人感染以后 死亡的人占77% 所以这个比例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他们是属于高危险群 如果要是一旦患这个病毒的话 可能因为年纪大了以后总是有一些基础病 再加上抵抗力 这个免疫能力也比较差 所以这些人是没有问题必须要打的 然后还有就是年轻人 你比如说有什么糖尿病 有什么心脏病 什么呼吸道的这种疾病等等 有这种基础病的人呢 也应该给他们打 原因是他们一旦得了这个病以后呢 感染这个病毒之后呢 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这种重症的反应 甚至需要住院或者是会死亡 应该说所有的什么接受癌症化疗的 什么这些人可能都会要接受第三针的疫苗 所以这就是现在的疫苗的情况 那当然呢 刚才说的Moderna和Johnson Johnson这两个呢 因为尚未通过 当然CDC和FDA也有一些顾虑 他们会说会不会给社会上造成一些 不明不得一些恐慌 就说怎么着我打错针了 你知道吗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只批准了一个不批准 那个是怎么着 你们是拿了制药公司的钱呢 你知道吗 这些说法肯定有的 肯定是有的 对不对 是怎么回事 说实话 我最近才见到一个人 这个人是坚决的认为 整个的疫苗是一个阴谋 我跟他还坐下来认真地聊了 对他坚决的认为 所有的这些都是Bill Gates 他特别的认真的认为 这是Bill Gates的阴谋 都是跟制药公司商量好的 整个的这个疫情的造成 就是美国政府要减少美国的人口 什么之类 反正就是这种人 特别的有意思的一场对话 因为以前都是在报道上看过 我从来没有生活中直接遇到这么一个人 前段时间有这么一个机会 长时间的跟他聊天 就了解了他的这一派人的这种立场 所以现在莫德纳是这么说的 莫德纳是说我们已经提交了 可能就下礼拜就可能就会批准 或者是反正很快就会批准 几星期之内吧 但是呢他说我们的这个第三针 那个剂量将是前两针的那个一半 也就是说他们的研究认为 这个第三针的剂量不用那么大 因为前面还管用呢嘛 对不对 那个还有生的效呢 所以我这个剂量呢把它减半 而Johnson Johnson现在情况尚不明 所以反正这就是现在的这么一种情况 当然呢所有的这些都是说是这么说 具体的执行挺麻烦的 你比如说一个人他没有65 他也没什么这个 他就去了打怎么着 对不对 是那个药局就不给他打呢 还是要先上网登记 然后登记了以后 最后要网上批准 他不批准你就不能去呢 反正包括这个高风险 我是一个比如说48 我就说我身体很弱什么的 你知道吗 这挺麻烦的 具体的执行 没错 没错 我觉得这有两点比较麻烦 第一就是在老人院里边的这些居民啊 你很难跟他们说明白 就是说我们在老人院 咱们就假设100个人 现在呢基本上是一半的人啊 或者一半以上的人呢 是注射的是Pfizer的 注射的是辉瑞和那个BioNTech的这个疫苗 其他的一半的人呢 就是大概有30%来 就是注射了这个Moderna的 然后剩下百分之十几呢 是注射Johnson Johnson的 所以你就到了老人院里头 有些医生也好 医护人员也好 就没法跟人家解释说 现在你们都是高危险群 但是我只能保护其中一半的人 因为那一半注射的是辉瑞的嘛 所以我只能保护其中一半的人 剩下这一半的人呢 没办法 你们就等着吧 这个呢是确实是有一些问题的 所以在CDC的专家小组讨论的时候 人家那个专家小组里边的一些成员 也提出这个问题了 说既然Moderna和这个Pfizer啊 是用的同一种技术研发出来的那个疫苗 所以呢实际上可以混打 可以就是说你如果前两针打的什么Derla呢 没关系 现在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你符合条件的话 打一针那个Pfizer的也可以提高你的这个免疫力 当然最后是没有通过了 最后是没有批准这样的做法 但是有一些专家是提出来这个做法是可行的 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Pfizer的呢看来第三针的这个加强针啊 是和前两针是一样的 剂量也是一样的 它呢就比较容易 可是Moderna呢 如果要是它是只有剂量一半的话呢 那这个就比较难 我说的比较难的原因是这样子 现在有一些人啊 已经开始悄悄的去打去了 打第三针去了 他不管你什么FDA批了还是没批 他认为他觉得我要加强保护自己的话 他到药局他到这个医生那儿他就说了 我没打过 只要你说没打过 卷起袖子不现在就可以打吗 那么他等于是骗了人家药局 但是问题你也没法查证啊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一些人他去就打了 可是Moderna呢 第三针它是减少版的 就是这样的话你敢不敢打那个百分之一百的那个针 或者说打第三针会不会有比较严重的反应 那你就不知道了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当然可以避免你去偷打第三针 但是呢也造成一些这个混乱或者是困扰吧 美国呢反正现在是一亿八千万人打了 当然这个数字相当的高了 我觉得如果把那些小孩子啊什么的减掉的话 所以这个比例当中呢 有两千两百万个美国人 他们打的预防针呢超过了六个月 所以这个数字还是蛮大 而这个两千两百万人当中 又有差不多一半吧 是超过了六十五岁的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疫苗的情况呢 是在今年四月中旬的时候 单日打疫苗的是创造了最高点 三百四十万人一天 现在呢是差不多七十几万人 七十六万人 就这么一个情况 当CDC宣布说第三针疫苗可以打的时候 部分人立刻在国际上引起反弹 包括国际世界卫生组织 第三世界国家 也是跟之前说的一样 就大呼不公平啊 对不对 所以拜登呢 已经昨天已经说了 又买了多少五亿 捐五亿 对买了五亿嘛 对不对 是联邦政府出钱向辉瑞买了五亿计 转手免费送给其他的国家 而且拜登还说了这个话 他说我们美国人是这样的 每一个人注射的一针 我们就捐三针 对 是不是这个比例 对就是说 美国人每注射一针 我们就捐三针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是 美国人多打了 我们捐的就少了 因为数量是有限的或者什么 资源是有限的 他说没有 我们继续要捐这么多 而且根据他的说法就是说 不用担心 这个疫苗到明年会全部 就是满足世界各国的这个需求 然后呢 美国自己用的 不会减少对国际上的这个援助和捐助 感谢观看